第一天,我在中央神庙前出生 我是条黄金蛇神宝宝 这里的战争非常混乱 这位是黑暗魔龙,是最厉害的龙神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火龙 但是我想找到我的妈妈爸爸 我顾不了那么多,先找到我的父母再说 直到我发现下面有两条跟我一样肤色的蛇神 暗影魔龙发射火焰将两条蛇神残忍的杀害 我还以为灭绝了呢 没想到还剩下你这条臭虫没死 没有人能阻止我成为黑暗之神 说完他就向我冲过来 接着他一个神龙白尾把我拍得下去 我掉下来了 第二天,我不停地煽动我耳朵的小翅膀 我意外发现下面有一个水槽 我瞄准下面的水槽成功降落在水面上 不过这并不代表安全 两个火龙又发现了我 真都倒霉的 现在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我只能不停地奔跑 我发现前方有个矿路我可以钻进去 小东西快给我出来 我感觉到内心有一股很强大的远古力量 这里是死胡同 我们就守在这饿死他 这时候我的体力充满一种神圣的力量 忽然间,我召唤出黄金圣龙出来 黄金圣龙向他们吞出火焰 巨大的能量冲击将这里都弄了 我直接从上面掉了下去 第三天,好在我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在这时候我发现一个充满熔岩巨人的家伙 他并没有发现我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个坏人 我看到前方有一个木棍 当我捡起木棍的时候 熔岩巨人发现了我 因为他在沉睡中幻醒 所以现在他非常愤怒 我嘴上疯狂地对他说对不起 但是他好像没有放过我的意思 他拿出熔岩之刃 只好运出我的蛇神弓箭来进行抵挡 我不断地向他发出攻击 因为力量的差距 我根本伤不了他 但是他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笨重 我非常的小巧灵魂 必是扮回他拿我没办法 我被他的熔岩跑击中 直接后退了几十米 我的血量只剩下半颗星 他不断地向我靠近 我也没办法了 只好认命 四到七天 一个精灵宠物向我飞过来 使用他特殊的能力将我恢复所有状态 你是打不过他的 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逃离 我用尽全力奔跑 但是那个熔岩巨人紧追不舍 我也不知道是多大的仇 至于这样吗 走到前面发现那两个火龙也追下来 而且好像不止两个 完了 他们扭头发现了我们 这时候我们被两面夹击 八到十天 这时候我被逼得无路可走 我只能尝试使用我的小翅膀飞翔 没想到还真能飞 我跟小精灵飞在上面 看来他们几个看谁都不爽 已经打了起来 不过眼前的局势火龙更胜一筹 管他谁输谁赢 我们先走吧 好的 一切都听你 这里只有一条路 我们只能往这边走 就在这时候 一个手拿磨刃的鬼王出现 他是黑暗之神顶尖之一 性格凶残 杀害生物毫不手软 完蛋了 我们竟然在这里遇到他 他一个急速冲刺飞向我 这家伙的速度实在是太快 仅仅一瞬间的时间 我只剩下一颗星 幸好旁边的精灵为我治疗 并且为我增加防御属性 小蛇蛇千万不能倒下 一定要跟他坚持到底 我们绝不能放弃 11到14天 即使他力量很强大 速度也很快 但是想要击败我也并非用 我可是远古生物黄金蛇神 李师傅你能不能别刮了 你这伤害比克勤还要刮杀 小蛇注意听有动静 那个熔岩巨人好像过来了 熔岩巨人已经看到了我们 但是他好像无差别攻击 这样我就放心了 他一个横冲直接把鬼王撞死 没想到他竟然如此强大 就在这个时候 我身体觉醒了 变成成年远古蛇神 加了十个心脏 只要不发出声响 他就不会攻击别人 好像是个瞎子 那我们赶紧走吧 这个家伙可不是那么好人 15到17天 当我出来的时候 暗影魔龙正在等着我 估计是那几条火龙 跟他打小报告 无论你在哪里 我都会找到你 他使用魔神领域 试图将我控制住 不过我体内有神圣的力量 是不受邪恶的影响 我飞到高空中 幸好我已经进化了 我不断地释放出流星火焰 成功地把魔龙炫晕住 趁着这短暂的时间 我赶紧溜走了 我开始利用土宽 来搭建一个神圣的金字塔 经过我和小精灵的搭建 金字塔塔终于被我们弄好了 现在太阳落山 我终于可以有时间 享受一下生活 18到21天 我发现魔龙的手下 正在关押着四条鱼人 火龙是个可恶的东西 我将它们救出来 我直接封出去 跟四条火龙展开战斗 虽然它们是 魔龙战斗力最弱的部队 但是它们的人数 有四个也不好 所以我把它们给秒了 我将玻璃打碎解救它们 兄弟你做得非常棒 这时候火龙部队也想过来 并且它们是精锐的火龙 大家快跟我到水里来 22到25天 我们大家选择跳入水中 我就不信它火属性能够下来 看来它们不敢过来了 我紧紧地跟在这些鱼人后面 我们众人在这里休息 我们这里被黑暗之神统治 现在的水营地被氧化同耗尽 现在容纳不了太多人了 那你们以后怎么办 我们这里的城市 被一个伟大的神控制着 不过现在邪恶魔神改变了这里 26到28天 鱼人将我带入他们的城市中 这里有一个伟大的黑暗之神雕像 在这个地方鱼人无法正常生活 因为有凶残的鲨鱼在这里 它们开始疯狂攻击鱼人 我见状 我赶紧过去帮忙 利用我的蛇神之弓来对它们进行打击 虽然它有非常锋利的牙齿 但是我的蛇神之弓让它不敢靠近 我的出现引起更多鲨鱼的注意 所以我不小心被它们咬了一口 它们的数量越来越多了 29到32天 这时候越来越多鱼人过来帮助我 鱼人长老告诉我想要打败这些鲨鱼 必须要击败它们的首领 也是黑暗之神 你这条小蛇看起来不是海洋生物 你是过来这里找死吗 我给你一个投降的机会 你跟魔龙是一伙的吧 我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我们 看来你知道的还不少呢 那我就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说完黑暗之神就将我笼罩起来 释放它的蓝色毒素 接着我被它狠狠地咬了一口 这时候我已经还剩下四颗星影 黑暗之神不断地向我发射毒素 不过我的身上是免疫任何毒素 随后我立即拉开距离 使用我的蛇神之弓对它进行射击 你这种程度的攻击对我来说不同不一 你就这点能 怎么敢口出狂言要消灭我们的 还没等它说完 一个长枪将黑暗之神刺穿 这正是我进攻的好时机 我使用恢复技能 将状态全部补满 将我的黄金圣龙释放出人 然后对它释放火焰飞溅 成功将暗影之神击杀 我要去看看鱼人那边怎么样了 33到35天 这群鲨鱼还在这里 战斗还没结束 我的黄金圣龙 能够发出强烈的火焰之剑 对它们来说是非常致命的 一下子就把它们全部都毁灭 你这条小蛇真厉害 你是我们大英雄 随后鱼人长老给我一套海底神装 有了这些神装 你的防御力就会大大提升 谢谢各位 不过我也不能在这里久留了 我跟鱼人他们告别 当我开开心心地走上去的时候 这傻逼怎么又找到我了 我们拥有一样的血脉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能追踪到 随后 暗影魔龙飞向天空 发射大量的能量火球砸过来 这时候我根本来不及 并且我在水上召唤出黄金圣龙 已经消耗大量的能量 我就这样在激烈的大火中晕倒了 36到39天 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已经在一个竞技场里面 周围有着各种各样的龙族 正在看热闹 迎接我的正是在上次 在矿洞遇到的那个熔岩巨人 他开始爆裂出熔岩方块 我瞬间就少了很多血量 我召唤黄金圣龙出来喷射火焰 加油啊 干掉他 使用蛇神之弓不断地射出飞剑 他的防御力太可怕了 你是战胜不了我的 我打不过你 我也要耗死你 熔岩巨人定位到我的位置 向我冲过来 使用爆裂熔岩直接把我弹开 我在跟他战斗的过程中 我意外发现那边有个出口 经过不断持续伤害 熔岩巨人最终还是倒下了 这怎么可能 早知道就不压他了 今晚天台见 正当我得意的时候 他们愤怒地向我发射白球 我赶紧从那个洞口走出去 等一下暗影魔龙过来就不好办了 40到43天 我带着伤势终于回到了我的家 不过我看到眼前有很多东西在那边 凑近一看 是之前在海底上遇到的鱼人朋友 我听说你被暗影魔龙抓了 我们非常担心你 所以过来看看 不过现在看来你已经成功逃脱了 吃点黄金鱼吧 它对你有大部分 你给的这东西 确实对我身体有很大的帮助 我进化了 我的状态瞬间恢复满旧 外形比以前更强壮 我和鱼人他们一起建造我们的房子 他们打算在我这处几天 已经很久没见小精灵 小精灵告诉我在沙坡那边 火龙已经向村庄发起进攻了 以你现在的力量应该可以拯救他们 现在我要好好教训一下他们 44到46天 在沙漠上行走太阳非常的晒 不过也没有办法 我要保持体力不能飞行 我已经来到了 看来火龙王正在准备对他们下手 快给我住手 村民已经被他们残害 我迅速掏出蛇神之功 将其中两个火龙击倒 幸好我来得及时 成功把这些村民给保住了 放肆 竟敢打伤我们的人 火龙王喷出大量的火焰 伤害村民算什么 有本事冲我来 就凭你这条是黄色的蛇吗 他直接向我贴脸开大 不断地发出熔岩球 不过我的蛇神之功 已经射出很多枚毒箭在他体内 火龙王现在还非常活跃 不过等到几分钟后 他有点疲惫了 他继续召唤出他的火焰球 虽然我无法躲避被他击中 但是我的毒素已经在他的体内 火龙王现在一动不动 接着就直接倒下了 这就是升级后的蛇神之功的威力 47到50天 大家都没事吧 我们都很好 幸亏有你在 无必客气 火龙是我的敌人 你先跟我过来 就在这个矿洞里面有着邪恶妖族在里面 善良的蛇妖男孩将他们困住 不过也困不了多长时间 你能帮我这个忙吧 我倒要去看看是什么妖怪 我绝不允许这种生物在这个地图上 51到54天 看来就是往这个通道上面走就行了 我发现前面有人 难道困住他们的就是这个男孩 里面有着非常可怕的妖怪 你若是进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确定了吗 我很强大的 那行吧 祝你好运 我还没走近 我就发现一股很臭的味道 这里有一堆的妖族 说白了就是跟丧尸没什么区别 他们能够释放古老的毒素 而且还是合击技能 不过他们行动缓慢 我也懒得跟他们打 我要先把他们的首领击败 我来到一个骷髅头的地方 下面这个正是他们的首领 你好 你会说话吗 我在这里困住了这么久 没想到竟然会有猎物送上门来 放心吧 我会对你很仁慈的 我会保留一个完整的尸骨给你 黄金圣龙启动 他躲避我的伤害 让我没想到的是他竟然会顺眼 这个家伙跟鬼一样 这让我很难命中他 不过我找准机会用蛇神之弓将他射满 趁着他喘气的时间 黄金圣龙火焰剑发射 经过我的升级 此剑的威力无比巨大 就连他们的领袖也抵挡不住这一击 这时候妖蛇男孩过来 我一直在等待一位勇士来击败他 没想到你就是那个勇士 那必须的 只要邪恶存在 战斗就不会停止 55到57天 一大早上的 是谁这么抄 我抄 村民怎么全部打我这里 帮我们盖个村庄行吗 面对这种要求 我无法拒绝 我只好帮他们盖房子了 盖村庄我是特别会的 在门前放两朵花 这个就完美了 现在已经是一个村子 村民已经高兴得不得了 这时候村长让我走过来 给了我一点小麦 帮他们弄好也该轮到我的房子 不过村长过来帮我一起盖 一个充满豪华 并且带有黄金的房子已经完成了 没错 这正是我的头像 有很多的绿宝石和钻石 这些都是村民送给我的 天色不早了 我们回家休息吧 这里的场面不是已经经历过了吗 还有暗影魔龙伤害我的父母 那一幕若重现了 无论你在哪里 我都能找到你 即使在梦中 难道这是个梦 魔龙消失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幻景 62到64天 不行 我真的睡不着 我必须要做点什么 我在四处逛逛 有一排的僵尸走过来 我使用蛇神之弓 用他们练练手感 一个圣龙飞弹就把他们全部建立 到了早上 这个地方有一个竞技场 跟之前的那个不一样 只有一个紫色的法师在那 在这里已经一百年胜了 你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 那就来吧 年轻人做好死的准备吧 他向我发射魔法攻击 这家伙很熟练 现在状态已经被打了很多 他开始使用他的绝招 不过他的前摇很长 我可以躲避 我先把他的能量柱给打过 不过他发射极光将我弹开 我试斩黄金圣龙火焰炮 终于将他杀掉 当我吸收他的经验后 我的血量瞬间补满 并且增加了十颗星 外观发生巨大变化 护甲系数提升了十倍 65到68天 原来这都是布置好的 那些都是幻境 击败那个紫色的法师才是关键 我以为你再也回不来了吗 那个幻境太真实 不过我也成功回来了 并且完成了升级 小精灵也过来了 那边的森林被不断地砍伐 砍伐森林 这应该是伐木工吧 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看到他们正在做强大的武器 那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 我去一趟看看 69到72天 我来到伐木工的场地 这里装满了成堆的木头 我走到中央阻止他们的行为 我做不到 是我们的老板叫我这样干的 我们也只不过是给他们打工的而已 那你带我去见见你们的老板 可以 你跟我走吧 73到75天 伐木工将我带到他的老板的木屋里 好的我明白了 你先出去吧 听说你砍伐树木 而且制造强大的装备 是不是这样 你怎么知道的 我是没办法才这样做 这时候我有点愤怒了 我要摧毁他的房子 请你住手 76到79天 你跟我过来 你想表达什么 我们桥梁被妖怪摧毁 所以要砍伐树木 然后要制造强大的装备 给小矮人帮我们击败妖怪 就在这时候小矮人过来攻击我 他们以为我是妖怪 不过他们的装备太高级了 我的血量少了一大半 我发射强大的圣龙火焰 他们还一直追着我砍 我继续发射将他们全部杀掉 瞧打好了 咦 发生什么了吗 没什么 只是杀了几个小矮人而已 80到83天 我跟随老板来到山上面 这里有一个警告牌 若你能击败里面的怪物 我将不再砍伐树木 既然如此 我倒要是看看是什么样的怪物 又是一个熔岩怪 它有一副盾牌 我的火焰不好攻击 这怪物确实很厉害 小矮人的装备这么强大都无法击败它 锯锤砸在地面发生火焰将我弹开 那我也只好发射圣龙火焰之剑 轻松将这怪物解决 并且我获得圣灵极光技能 我抄 你是我们的大英雄 举手之劳 并且我获得新的技能 84到86天 小矮人听说我是一个建筑工 将这里装饰了一下 这里的人非常多 很热闹的 你跟我过来吧 在外面建造一个漂亮的房屋给我 没问题 不过你要交100个钻石给我 这已经很划算了 不幸你问问屏幕前的小伙伴 我开始施展我的独门手艺 一个豪华的木屋别墅就完成了 我没那么多钻石 我只有一个钻石斧头 那行吧 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的 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我很乐意帮助你们 87到89天 村庄怎么回事 怎么全都被剃头了 在上面的天空城 有一个黄金龙破坏了这里 这也太嚣张了 竟然对无辜的村民下手 我不断地向上面飞 终于来到了这个天空城 抱上铃来 竟敢闯来这里 我他妈是你爹 90到92天 这些飞龙应该是黄金龙的手下 经过交手 伤害也不过如此 很快他们就被我打服了 快说你们的老大在哪里 我是绝不会告诉你他在黄金城的 既然如此那你就去死吧 黄金城应该离这里不远 原来在这里被我找到了 我降落在黄金城里面 突然这里降落流星炸弹 93到95天 流星炸弹不断地掉落下来 不过全都被我躲开 突然天空中出现一条黄金青龙 就是他在这里释放流星雨 你竟敢闯入我的领地 并且将我的龙给杀掉 今天你别想离开了 我迅速拿出蛇神之功作战 我不断地往他身上射 黄金龙在我身上下了几颗弹 这什么东西啊 竟然还能追踪 我射出圣灵极光 成功将它击落 不过它好像并没大碍 并且它释放一个小东西在我身边盘旋 我身体瞬间动不了 乖乖进入我的梦境吧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头非常晕 我直接倒下了 96到98天 在一个神庙里 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都在里面 但是这个黑色的难道是 你们两个要好好的在一起 我们黄金蛇神的财产以后就交给你保管 你身为哥哥 你要保护好你弟弟 这是为什么 因为你的肤色跟我们不同 你无法继承我们的王位 你一定要照顾好你弟弟 这对我来说不公平 凭什么我什么都没有 要怪就怪你这肤色吧 我们一直都是纯净的黄金色 那好吧 你就当没我这个儿子 既然如此 我也没必要保持着善良了 你们都给我等着吧 原来黑暗魔龙就是我的哥哥 第99天 我又来到了一个紫色的幻境 黑暗魔龙出现了 我要向你们证明 我才是这个世界最强的蛇神 改邪归正吧 你永远是我的好哥哥 我为了变强 吞下魔王 从黑暗蛇神进化成黑暗魔龙 为了就是要将你们种族全部杀掉 魔龙开始发射大量的火焰 此时我还是个宝宝 现在撑不住了 魔龙不断地发射火焰炸弹 我感觉我就要死在幻境了 我从原来的宝宝变回现实的样子 状态也瞬间恢复了 这里发生了晃动 魔龙已经消失不见 突然间我回到了之前的地方 没想到你这样从我的幻境里走了出来 黄金龙在天空中降落酸雨 我立即发射圣灵之光 自从我在幻境中出来 我的力量变得更强大 黄金圣龙被我的圣灵之光所消灭 状态瞬间恢复 并且所有的属性得到了提升 第100天 我曾经的家园 现在已经被黑暗魔龙改造成这个样子 虽然你是我的哥哥 但是你也伤害我的父母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就那两个天心的死东西 属于我的一切我自己夺回来 你他妈就是个自私的东西 看我的圣灵之光 黑暗魔龙使用它古老的火焰之术 我的状态流失跟拉屎一样快 不过我的自愈能力还勉强跟得上 你是跑不掉的 我发射追踪圣圈 狡猾的魔龙回头给了我一堆火焰 我使用黄金圣龙之炮 成功将魔龙打下来 现在它飞不动了 火焰现在也只能朝地上发射 我使用我所有的力量 给它最后一次 圣灵激光发射 黑暗已经被我照样 可惜我的父母无法复活了